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儿时记忆 东港地处辽东半岛最东端 在这座被海风吹拂的小城里 有一种独特的小海鲜 都鲁蟹 传起了一辈辈东港人海边捉蟹的记忆 都鲁蟹 又叫香手蟹 是一种生活在海边泥滩里的小型螃蟹 因为长得小 在海边的食物链中处于底端 所以他们唯一能自保的方式就是躲藏 以及奔跑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邓丽心 对于抓都鲁蟹这件事 可谓是手到擒来 夜幕降临 邓丽心带着亲戚和好友来到泥滩旁 这玩意儿直接纳鞋 欲不游啊 这玩意儿这桶必须赶买 赶买 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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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负责走 我就负责 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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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把邓丽照亮 全博爪 可能是要下雨 此时气压很低 洞穴中含氧量减少 嘟鲁蟹因缺氧难耐 一个个爬出洞穴外 呼吸新鲜空气 也不知道是喜欢光亮 还是害怕光亮 晚上 出了窝的嘟鲁蟹 见了灯光便一动不动 即使惊动了 也寻不着洞口 这时 准时被逮个正着 这时准时被逮个正着 好 看你嘟鲁字轻 这时准时被逮个正着 好 看你嘟鲁字轻 好 看你吃东西 我吃东西了 我吃东西了 老了 我看什么吃 玩了吗 我看什么吃 玩了 它就吃东西了 我看 它就吃东西了 好 过来给我找找邓来 老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慢点 夜 渐渐深 威风轻浮 一家人和嘟鲁蟹 来一次激烈的捕捉斗争 是海边人的独特体验 邓丽鲁从小就跟父亲一起下海 沿着爸爸的脚印 找到杜鲁蟹的洞穴 是他无比快乐的童年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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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会儿落魂 主要是灯挂就行 头领 颠着头灯的话 那抓老了 好 这是供鲁 供鲁了啊 找我母鲁给你看啊 这是供鲁 这儿时的记忆被一代代延续 成为了东港人避讳的绝活 临走的时候 邓丽鲁下了一道帝王 准备第二天来个大丰收 自己上走着走着吧 那天走着走着 确实急了不走 走着走着 有蜜蜜蜴 下在泥滩里的网 两头的口开着 在水里蜜食的嘟鲁蟹子走进去之后 会被网线绊住 很难再脱身 这一大早的收获不少 夏天海里的浮游生物不少 螃蟹吃得好 长得肥 而且肚子里的杂质 基本都吐干净了 所以这个季节的嘟鲁蟹 是海边人的最爱 这早阿爸说小时候就抓那个鲁蟹 鲁蟹都成杠抓 现在抓不着了 这杜鹿蟹离海边减行 人员了也没法去做 坐下再开一趟一下 杜鹿蟹个头不大 外壳比一般的虾皮还要薄 容易入味 而且肚子里没有任何有毒物质 不用扒皮 咬一口外面脆生生的 螃蟹肉的鲜劲混合了辣椒的辛辣 复合的鲜香 让家里人忍不住多添一碗饭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 吃着只属于海边人的味道 老老家常 换生肖语间凝聚了家的温暖 第一次夜晚捉蟹的经历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这个打小 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的美好记忆 小玉小夏 小玉小夏 小玉小夏